成亲王云指、庄亲王允路和三贝勒红石一起来到了五贝勒红咒的府门前 刚一落轿便接到了内务府的禀报 说五贝勒没了 三人正在诧异之间 只见红咒府里的管家王宝飞也似的奔了过来 匍匐在三个人的面前干嚎了一声禀道 我们五贝勒爷的生天了 红石越看越觉得蹊跷 只见王宝磕头道 爷们甭难过这是我们贝勒爷的君旨 既不发丧帖也不上奏 方才我们爷还说了自己家里热闹热闹就算完了 方才红石掩一瞪历声说道你这王八蛋 你说的是叫人话吗 你给我说清楚 红咒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不清楚看爷不接了你的皮 王宝磕头乳倒算似的禀道 是奴才刚才没把话说清楚 我们贝勒爷是活祭奠 他老人家现在结实着呢 荒唐成何体统啊 陨路一边说着 一边跟陨指拔脚便向里面走去 此时的五贝勒府门外 已经聚集了一大堆的瞧热闹的老百姓 人群指指点点说说笑笑 半点也不像看出丧的样子 倒仿佛是在逛庙会一样 红石赶忙命令随身的太监们 把胡同给封了 把看热闹的闲人也赶了出来 然后跟两位亲王一起迈步进了府门 只见府内外到处都摆满了 零番指人指马和指教 金库 银库跟钱库 几百面白沙杖在风中漫天荡漾 纸花速速摇曳 指前随风飘洒 门洞里十几个吹鼓手 围着两张八仙桌 桌上尽是真修佳肴 锁那吹的却是小寡妇上坟 红石一眼瞧见了一个二品官 红顶子上套着一块校布 双手抱着剪板 啪啪啪的在那打着拍子 红石上前一把给他抢了过来 问道 你不是军机处的那个罗祝康吗 一个大张经朝廷命官 竟然做这样的事情 呸 他照脸就催了罗祝康一口 罗祝康正在乐声中 手舞足蹈自我陶醉 被红石当头棒喝一声 拜赏才醒过神来 见云直等人也在那里 忙跪了说道 呃 卑直是香兰旗下的包衣奴才 五爷是我的正路主子 叫过来伺候丧事的 呃 这起子催骨手里面 最小的也是知府 都是五爷旗下的奴才 云直实在是忍俊不尽 呵呵大笑了出来 待众人都进了院子 再看那院子里就更热闹了 东面是大爵寺的和尚 在锣鼓声中双手和时 乐乐永诵大悲咒 西面是白云观的道士 红鼓银罗声歌齐名 也有百十来号人 红罩的家人们 一个个是披麻带笑 再歌再舞 五爷不全的在那大合唱 广歌行 啊对酒当歌 那人生几何 啊屁如朝露 那去日苦多 呵呵 过了为慢便是正听 五倍了的妻妾和儿子 都跪在那个两侧的廊下 在地动山摇的法式鼓挠中 像唱歌一样 扯着长音在那里哭嚎 正中鸟鸟香烟 罩着一个大长的案子 上面堆山填海似的 摆放着各种的贡品 云指陨路跟红石 看到这个妙不像妙 家不像家的贝勒服 一个个竟也都迷迷糊糊的 伺在梦境当中 打亮了半赏 才看见那个死人红皱 穿着一身促心的贝勒服 端坐在贡案的后面 用眼瞄着每一样贡品 看见哪个顺眼 便用筷子夹了过来 庞若无人的大嚼一通 三倍了红石都快气疯了 大喊了一声止乐 他上前一把扯住 红皱拉下坐来 红皱此时才从祭典的礼乐中 回到了现实 见哥哥发了火 两个书王也都呆着脸 于是便换了一副笑脸说道 哎呦三哥 气大伤身 别弄大的火 来来坐坐坐坐 哎三大爷十六叔 哲在这给二老请安了 允路也上前说道 我说老五啊 你别怨你三哥生气 你到府门外去看看去 这会在外面 看你这出活出丧的人 起码有上万 闹出去是个什么名声 红皱长了一个单眼皮 满脸的迷糊像 他四笑不笑的咧嘴说道 哎十六叔 您老人家怎么忘了呀 七年前您带着侄儿去安亲王府 小安郡王也做生计 侄儿还陪着您一块做席呢 今儿个既然都来了 也是赏给我面子 都不要走啊 等这几卷经唱完了 我请大家一醉方休 云指在一旁说道 今儿恐怕不行了 我们都奉有旨意 是到你这来传旨的 说着便将赵书捧给了红皱 说你自己读读看吧 红皱双膝跪地 接过来赵书 在那捧着莫读完毕 将赵书捧还给云指 之后他叩头说道 儿臣红皱遵旨 不过嘛 这个似乎也不必太忙 阿七纳叔叔又没长翅膀 他飞不到哪去 圣旨上也没说即刻查看 这回子倒是我生死势大 叔叔哥哥好歹给个面子 今儿给我发送了 明儿我一定跟你们去 我要不去我是这个 他用四个手指头 在桌子上走了走 比划了一个王八的样子 此刻的红皱是满脸的笑容 油腔滑掉 却又彬彬有礼 客气中带着固执 云指跟隐露是又好气又好笑 又拿着没辙 红实却有了一种受到轻视的感觉 于是他拿定了主意 要当众发号施令一把 抖一抖当大哥的威风 他招手叫过了红皱的管家王宝 以主子的口吻吩咐道 你们五爷已经奉旨半差了 你叫这里的人全都散了吧 王宝毕恭毕敬的答道 是三爷 我们爷还叫了一班子戏 点的是混元盒 请爷试下 撤不撤 废话 当然撤 是三爷 王宝头也不抬的又问道 还有几位老王妃 连成亲王太妃娘娘 还有庄亲王福晋 遗亲王侧福晋 都说要来看戏的 怎么承认请爷的试下 红实听到这几位的名头 底气已经明显不足了 说 那要不然你就派人知会 各出的娘娘福晋和宫眷们 戏改到明日再唱 请他们明儿个再来 是三爷 王宝仍然是老一套啊 先是毕恭毕敬的答应下来 然后头也不抬的继续发问道 爷您也知道 这府前后院养着上千龙的鸟 既然戏改到明日 挪威恐怕不方便 有的鸟脾气太大 不好自吼 奴才叫后院的老流头照料一天 可使得 至此 云指与路已全然明白 红实已经上了当了 当他俩听到有的鸟脾气太大的话时 两个人几乎就要笑出声来 红实虽然也觉得不对头 但是王宝是一本正经 诚挚有理 说的跟真事似的 红实一时也还没醒悟过来 他不耐烦的说道 这些个小事你自己才度着办不就是了吗 是 三爷 回贝勒的话 这可不是小事 鸟是我们爷的命根子 奴才还得请示 给鸟配食的是五福晋太太 钱都配好了 够一天嚼吃的 成东三舅老爷 昨日来说 五福晋太太的老太太 姑太太和姨太太们都去了三舅家 接了五福晋太太家具 鸟是仓库的钥匙还在他的手里 奴才是派人把五福晋给接回来 还是光把钥匙给拿回来 这是你家里的琐碎家务 是我为什么要管呢 回三爷您的话 奴才不晓得 你 红实此时才意识到自己中计了 一下子脸胀得血红 气得浑身乱颤 你竟敢戏弄主子 谁叫你这样跟主子说话的 王宝恭恭敬敬的 把身子扶得更低 说三爷您千万不要生气 话赶话说到这了 奴才怎么会有慢带主子的心呢 只是五爷的家法 不许磕头应付 只许明白回话 爷您千万甭误会 这个幽默呀 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而且这种能力 是很难通过后天学习所获得的 也就是说这项能力是天生的 你有了就有了 倘若天生不具备 那么大概率 你也就和这种能力绝缘了 最多也就是能够感受到别人的幽默 就是说当别人幽默的时候呢 你也能跟着一起乐 但是你自己却无法创造出这样的效果 幽默还不同于搞笑 这个搞笑呢 它虽然也能让人乐 但是却无法令人产生回味 比如说啊 有这么一个人站起来 再坐下时呢 旁边的一个人一脚 把他那个凳子给踹开了 于是这个人就做了个屁股堆 这样的话呢 大家也能乐 可是这个东西呢 你笑过就罢了 没有人会再去回味这个事 而幽默则不然 高级的幽默不仅当时搞笑 还可以启发人事后去思考 去回味整个的事件 这也是为什么 卓别林能够被尊称为喜剧大师的原因 卓别林的作品一百年了 其人也已经去世了快半个世纪了 但是他的作品 你拿到今天来看 丝毫不会有过时的感觉 这就是幽默的力道 当然了 他的片子里呢 不仅仅是幽默 卓别林和他的这个作品 有太多太多值得讲的地方 卓别林这个人 在我看来堪称是才华横溢的大师 什么叫大师 现在大师这个词被用烂了 我认为大师就是全世界都在模仿里 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你 和具备你的那种创造力的 这才叫做大师 我常常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时间跟精力不够用 我很想把从他这一类人的身上所挖掘出来的 被很多人所忽略的有价值的角落展示给大家 这个将来咱们有机会慢慢再说 像王宝的这种幽默力就是天生的 我见过这种人 就说只要他一张嘴 他不管说什么你都享乐 但他自己却是一本正经 当真事似的那么说 你都分辨不出来 他到底是在跟你开玩笑呢 还是在跟你讲正经事 你看着他你就是享乐 王宝就是这种人 一本正经的满嘴胡天 中规中矩的胡说八道 尽管他能把别人斗得前仰后合 他自己却绝对不乐 就好像是在叙述一件 极为平常普通的事情一样 这种能力还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具备的 云指跟云露二人被王宝斗的都想笑 但是看见红石被弃成那样 也只好忍住了 红豆走了过来 喝退了王宝 对云指跟云露说的 二位叔叔三哥 王宝又皮又倔 前生乃是一头驴 你们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今儿个我实在是对不住了 因为贾十方贾神仙替我推述 十日里头不许出门一步 不然便有血光之灾 今天是最后一日 这事你们也甭犯愁 被抄的不是三户人家吗 你们刚好也是仨人 我今儿早晨也写了密折成给皇上了 我该得个什么不是 那也是命中注定的 你们要是耐烦等 那咱们就明儿个再去 要是不想等呢 只管去办差 实在得罪了 办差是小 性命是大 是不三哥 红十的脸都被气得 青一块白一块的 冷笑了一声说 你自己相信 那个牛鼻子老道的胡说八道 乌烟瘴气的装死人 还要拍上别人 三伯伯 十六叔 咱在这耽误的时辰不短了 我看咱们赶紧分头去办差去吧 红皱仍是个不温不火 一点也不缺了礼数 一个长衣拜了下去 亲自送几人到了一门 就在门洞里大声喝令 罗主康 你们几个有职份的奴才 替你主子送送二位王爷 跟三哥 明儿见您呢 十几个浑身重笑 嬉皮笑脸的大员 簇拥着三人各自上轿 三畅大叫的轿帘子 刚一放下来 外面的鼓乐声又响了起来 却是一曲怪枪怪调的小放牛 红十怒气冲冲的上了轿子 走了还不到一箭之地 便缓和了下来 他思量着红皱这么做 其实无非是在向外界表明 他自己永远不济于这个地位 站干岸看何掌 稳稳当当一个亲王是跑不了的 要是自己也能够如此 又何尝不是好的呢 想想八叔落到如今的下场 红十偶尔也会觉得胆寒 但那也只是一瞬间的念头 这两年他趁着年龙倒台 把他二人手下不少的党羽 都收罗到自己的门下 并且在内心中 时时提放着红十 他曾经听内线对自己透露过 红十曾经跟雍正说过 三哥收门人太烂 结交外臣太多的话 张廷路磕场舞弊一案 红十其实已经怀疑上了红十 也曾找过几个当事人讯问 却从不曾当面规劝红十 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 是要留着自己的把柄 到了时机在河盘拖出吗 红十虽然已经被封了亲王 在三兄弟中地位最尊 但在红十看来 雍正似乎对老四也颇有不满之处 就譬如说这一次吧 由自己坐镇北京 红十出京办差 父皇未必就没有别的深意 要是错过了这样的好机会 那自己才真正叫傻瓜呢 红十正自思量着 大教已经稳稳落下了 只见运河北岸 威额壮观的廉亲王府赫然在目 红十收敛心神 一哈腰便下了叫 随身太监牛僧高贺一声 钦差大臣三辈的爷驾到 还记得那个曾经被狗儿跟坎儿 倒卖过的八一家门前的照壁吗 此时就在那副照壁前面 宽阔的控场上 早已密密麻麻站满了人 顺天府衙门派来的一百多名差役 都垂手势力在大门前 九门提督徒立琛亲自带着 葛什哈排成两列 池戈案件挺立门前 在春日融融的阳光之下 高枪淋漓杀气腾腾 一片紧张恐怖的气氛 见红石徐步走过来 狐立琛大步上前 一扎跪地道 奴才给三爷请安 哎 怎么五爷没来吗 红豆身子不爽 正在发热说胡话呢 红石板起脸问道 是谁在里头料理查看的事物啊 说话间只见一个 相貌猥琐的四品官 驱步到红石面前 打牵笑道 奴才马名起给主子请安 请三爷训事 此时内务府里 一百多名差役 都站在一房的两侧 一看见要动手 个个兴奋的摩拳擦掌 眼中放光啊 红石冷笑了一声训话道 我知道你们混账 发惯了抄家财 今儿奉旨抄阿奇纳的家 你们大可拿出发财的本事 把东西多藏一点 不敢不敢 不敢别人你们造化 有胆敢偷看一个字的 他今儿个就甭想回敬 起来 抄 那快 连亲王府的正门 枝压呻吟着被打开了 红石居中身后两侧 土力琛跟马名起 一步一驱 沿着王府正殿前的涌道进来 这是北京城第二大的王府 战地足有三寝上下 沿正门中轴 东西两大偏远 对称构筑 光是前面的控场 就有五六亩地 月台前的一群乌鸦 正在着实着什么 突然间涌进了这么多人呼了一下飞气老高 盘旋着呱呱叫个不停 仿佛在哀叹这曾经灌溉如云歌舞生平的繁华之所的陨灭 红石站在实场前 正琢磨着如何见那位阿奇纳八叔 忽然间东侧门一响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太监迎了出来 却是廉亲王府的总管太监何柱 何柱脸色白的半点血色也没有 在门口用漠然迟钝的目光 看着红石一行人 缓缓打下了马蹄袖 哈腰驱步过来跪了 颤声说道 三爷 奴才给您老人家请安了 廖碧你家主子已经知道了是吧 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们主子专后钦差驾铃 他这就出来 话音刚落 允四已经出了侧门 身后还随着自己的几个儿子 红旺红明 红义跟红硬 允四见来传指的是红石 似乎略感意外 他徐步夺了过来 只用极度轻蔑的眼神扫了图里针一眼 然后一句话也不说 挺身站在红石的对面 红石慌忙打了个牵说 八叔 您身子骨可还好 侧儿在这给您请安了 允四语调平缓的说道 难为你还能叫我一声八叔 其实你叫我阿琪娜 我总比听着爱心觉罗 允四手用 此时允四的几个儿子已经唾气成一片 红旺双膝一软跪了下去 哽咽着对红石说道 三哥我带父亲贵灵圣旨成吗 允四突然发怒 不论和一声说道 忽逆种子们 好什么丧 红石瞟了一眼 面无表情的图里针 又看了看几个泪眼模糊的弟弟 一想到大家原本都是宗学里 日日见面的朋友兄弟 如今竟有钦差大臣与阶下之求的分别 也不由眼圈一红说道 八叔既然身子不爽 可由儿子们带贵灵旨 八叔啊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侄儿也不想虚安慰您 您擅自保重 回头皇上必定还有恩旨给您 接这么个差事 侄儿心里也十分的难过 还请八叔体谅 隐四冷冷的说道 我也超过别人的家 规矩我懂 内务府的这些贼王吧 你要是不让他们捞点好处 兴许就敢把御赐的物件给我砸了 憎我的罪 再不然就弄几本禁书放到我的文书堆里 这些事情都是有的 我早有准备 今儿来的人每人赏二百两银子 不要再偷着掖着弄那些不清不白的事 也算我求诸位了 物品文书我都整理好了 你们清点起来也便利 都是现成的 隐四顿了一下 缓缓的又说道 红石脸上似笑非笑的说道 请兄弟们就跪在这里 我陪八叔到书房吃茶说话 说罢将手一让 熟门熟路的跟隐四一起到了东书房 马铭起见当事人已经领了旨 便向几个书里一摆手 内务府的人立刻分头行动 提着浆户筒拿着封条 有的查看书房 有的赶念家人 乱哄哄人生嘈杂之中 隐隐传来了女人的哭骂声 红石命跟着自己的人在外头站着 独自跟随隐四进了书房 一坐下他就急急的说道 没想到事情会到这样一步 如今什么也说不得了 八叔你有什么指教 或者有什么要办的事 趁着没人您自管说 无宁如何侄儿是要保全您的 此刻的隐四对自己东山再起已然绝望 满心思想的都是如何在最后报复一下雍正 于是他思量着淡淡的说道 你绝不要保我跟你九树 反倒要劝他把我们明正典型 要真是那样的话 我们非但不恨你 九泉之下还会感激你 紧跟着他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 薄如禅意的只有八丈大小的纸 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迎头小字 递给红石说道 八叔不抱怨 也没有什么要办的事 这是八爷党里头还没有暴露的官员名单 一二品的大员已经不多了 你拿去将来或许用得着 红石只是扫了一眼 便快速将名单收进了自己的袖子里 陨四站起身 在书房里款款来回夺着布 许久他才问道 你知不知道雍正准备怎么处分我呀 红石叹了口气说 昨天晚上我进去请安 见皇上在礼部的折子上批了 战兽民亡 以观后效 别的我还没听说 他总要假惺惺的再当两天人凶的 这个我已经想到了 不过这个局面维持不了多久 强倒众人推 那些个马屁精 墙头草们也不肯饶过我 这正是他们献牛皇狗宝的好时候 生死命儿 我早已置之度外 不然我也不会走这一步险棋 然后陨四沉下脸来 十分郑重的对红石说道 三儿啊 你的命比你八叔好 你皇爷爷生了三十六个儿子 活下来的也有二十四个 而雍正只有你们兄弟三个 目前看来 红昼没有这个心思 他是个极聪明的人 知道当皇帝是件苦事 平平安安做个王爷才是福分 剩下的就只有你跟红历 太和殿那个位置不会有第三种可能 你听清楚了 你有两点不计红历 第一 精英不计红历 第二 喊独不计红历 隐四接着说道 红历虽然处处世人以儒雅宽厚 但是到了该下手的时候 他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这一次他在山东杀翻台杀涅台 一口气杀了二十多个官员 竟然连指都不清 这一点你做得到吗 到了关键时候 他要对你下手 他绝不会手软 所以说三儿啊 你一定要在他对你下手之前 先除掉他 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 将来的结局 比你八叔还惨 如果让我阿玛知道了 他能饶供 你以为你花马 还有多长的日子吗 隐四阴森森的说道 他一个人干的是五个人 乃至是十个人的活 吃的睡的 却不到常人的一半 这能长久的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年多来 他的手常常发颤 还莫名其妙的出冷汗 这都是要下世的光景 因此你不能够当 万一他突然倒下 你就争不过弘历了 明白吗